2023中文说唱圈有什么值得期待的事情 CBRA三兄弟的新专辑 尽管盛宇、刘聪、龚胖三人在2022都有着出色的表现 盛宇上半年拿出了锦上天花free style 后面又与刘聪S一起创造了本年度最火的说唱单曲龙女电司 但宣传半年之久的个人首张专辑到年底竟然销售立即了 可能因为是盛宇的首张个人专辑 所以很多听众都特别期待 而一直放鸽子也导致很多人对此不断吐槽调侃 希望2023年宇哥可以交出一份满意的杂卷 刘聪与龚胖在本年度同样有着出色的表现 龚胖收获多首热门单曲 龚胖个人成为年度最佳作词人 不过遗憾的是两兄弟今年也没有发专辑 龚胖还好 上一张专辑是在21年年底发的 而牛聪上一张专辑已经过去两年的时间 相信2023年牛聪肯定会有新的动作 因为现在聪哥手上压着没发的歌曲实在太多了 除此之外 CBRA的合体专辑此节一直有机会 不知道2023我们是否会看到三兄弟的合体专辑